《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大家好, 我是何韻 大家好, 我是鍾醫生 鍾醫生, 今年有沒有發覺 夏天好像來得特別早 四月份的時候已經開始覺得很熱 全部人都穿短袖衣服 是的, 我們的肥腦最怕熱 因為又熱又濕 一個不知吃甚麼好 第二個, 雲伸都膩膩, 周身都不聚財 而且今年有很多朋友都預計 進入深夏的時候, 溫度會特別特別高 可能你的肥腦就更加難受了 是的… 這個時候, 我們的脾胃應該如何調養 應該吃甚麼呢 今天一起來探討一下 首先介紹一下到場的三位嘉賓 我身邊的這位美女就是著名歌手 曼妮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看旁邊的就是我們年年25歲的 是甚麼 紅爺 紅爺 我告訴你, 主持人陳文敏 如果夏天遇到胃口不好時 想問三位你們會怎樣處理 會選擇做甚麼來調劑一下 吃酸的甜酸 還有山楂應該比較開胃 小時候一定會餵食, 紅爺呢 我覺得首先不要讓脾胃變壞了 你再去補 其實最重要是平時多喝湯水 最好不要喝冷的東西 山楂對脾胃一定不適合 因為天人合一 我們在這麼熱的地方喝山楂 就像鐵燒紅了, 沾水 鐵板燒紅了 我覺得如果沒有胃口的時候 可能吃清淡的東西會比較好 因為我不喜歡吃甜甜酸酸的東西 我會覺得吃素 就會覺得胃口比較好 好的 不同人有不同的解決方式 馬上請出我們今天的權威專家 看看他有甚麼好的建議 馬上請出今天的權威專家 廣東省中醫院蕭飯內科主任 國事生導師, 黃瑞萍 跟我們說說相關知識 首先想請教一下黃主任 夏天的時候 為何很多人都會覺得 好像胃口不太好 又或者腸胃特別容易不舒服 是否跟氣候特點有很大的關係 下跪, 大家都知道 因為是屬於熱, 火熱 特別是鼠熱 鼠熱, 人們經常喝寒涼生冷的 特別是涼茶 為了解鼠, 喝了之後 宗醫說的喝涼茶就容易雙脾胃 當然對於野外工作 特別是體力勞動者來說 他當然要喝 因為畢竟出了很多汗 或者補充液體 但是對於室內工作的努力勞動者 長期喝不多就很容易雙脾胃 所以這個是夏季雙脾胃 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夏季的熱邪 特別是暑邪很容易夾濕 濕 終於說是雙脾胃 皮是喜歡醋 不喜歡濕的 濕邪傷了脾胃之後 脾胃的混化功能差 所以這兩點的原因 造成 經常說胃口不好 沒有了,不想吃了 如果夏天要養護脾胃的話 應該怎樣去做呢 首先養護脾胃 第一點就是注意飲食 不能夠喝那些 生涼、寒涼的東西 第二個 經常要補充一些 虛濕的一些食物 或者一些中藥 可以健康 第三個 所以注意事項 就是一定要思慮不要太多 心情要好 心情要好 不要太勞累 終於說的勞則雙脾胃、絲則雙脾胃 勞累 體質弱了、抵抗力差了 很容易受到暑熱之邪的侵犯 所以人們很容易得病 中醫認為皮的特點是 起醋、起濕 濕邪侵入人體 就會影響皮的混化功能 所以下季養皮 首先要注重防濕 多食、扁豆、赤小豆、二米、山藥、冬瓜等食品 另一方面就是思慮容易傷皮 所以要養好脾胃 要保持良好的起居習慣 接下來考考大家 以下哪些起居習慣是正確的呢 A,萬歲早起 B,充溫水涼 C,臨睡前運動 D,用凍水來抹脊 E,整晚開胸條 A,B,我想C,D,E也不對 我覺得只有B 我覺得用梁脊擦脊子 是這麼文藝 可以的,小時候也是這樣 然後洗溫水躁也對 A,B也對 D也對,林睡前運動 我覺得林睡前運動不是很好做運動 因為… 一定不好 因為會睡不著,影響睡眠 E,我很想選擇 因為我一定是這樣做的 但她是不正確的 但可能不正確 但可能不正確 現在三個選擇最多的就是紅爺 B 選擇最少就是萬里 但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個潛 答案就是E 每個人都不斷做 但卻不選擇 是 我想問教授 究竟正確的答案是甚麼 下季讓脾胃 一些生活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剛才選了幾個 有些對,有些不對 首先第一點 晚睡早起 這點我認為是對的 因為夏季和其他季不同 它的特點就是 日間的時間比較長 晚上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們人要順應自然的變化 季節的變化 所謂的晚睡 並不是超過12時才睡 一般來說,最起碼不要睡 9時、10時就睡 一般是10時半 比較適合 一般睡覺 不管甚麼季節 都不要超過11時之後睡 這是最正常的 早起 這點是需要的 因為太陽出來 你還不起 現在早上 我看了6時多 就太陽出來 天亮了… 我自然醒來,現在有點大 所以6時、7時起 都是… 早起,不要睡到9時、10時都不起床 我有問題,教授 睡眠時間短了很多 10時半就睡 因為睡眠 一般來說,正常人 6、7小時就足夠了 即使你… 分別是成年人 即使你11時睡覺 6時起床也足夠了 據說 沒錯 A是對的 A是對的 B呢 B就是用溫水來洗澡 這個也是對的 因為血液循環 出了這麼多汗 冷凍水也洗不乾淨 第二個,出了汗之後 很多疲勞之後 液體要通過溫水洗澡 它就循環好些 把那些代謝的物 能夠跑開時就輕鬆了 所以用溫水是對的 但現在很多年輕人 例如在學校回來打完球 或是運動員回來 即使他冷凍了 他仍然覺得自己很生氣 外面很生氣 他就很想沖冷水涼 其實這樣會否不好 一般都不好 有條件,先暖水 然後慢慢冷水 不要下子 不要下子就是冷水 好,B也是對的 好,C呢 冷水涼運動一般都不好 因為運動是西人的精神興奮 膠感神經興奮 對睡眠是不好的 所以很容易失眠 不是說運動員很累 睡眠就好,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C是不對的 這些東西大家都很想知道 小時候也是這樣做的 是否對嗎 用涼水來刷脊 以前就… 用條件 讓它落後,條件有限 但的確那隻是熱烈烈烈 睡下去很不舒服 對嗎 這樣做雖然可以逃一時的知快 但你那些濕烈烈的水 在隻那裡 畢竟是… 中醫說是濕的 特別是暑天,很容易夾濕 所以很容易受濕 濕上來 很容易得病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整晚開胸條呢 看你怎樣開發 如果開得不是很冷 很低溫度 可以說28度 27度 這樣是沒問題的 但很多年輕人 為了爽快 開到20度、21度 整晚這樣開,當然不行 中醫說 空調開得多 就是這種寒邪 上班日後又是空調 晚上回家又是空調 整天都是空調 不是一個自然的環境 所以很容易受寒 受寒也很容易得到疲胃 便會得病 不單是疲胃病 全身都會得病 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內容之外 想問一下黃教授 夏天的起居 還需要住甚麼呢 因為夏天比較熱 所以最重要一點是 防止中暑 即是不要太冷 但也不要太熱 尤其是空調一出入的時候 那種溫差 導致很多人都會感冒 其實這種怎樣去避免 外出陽光下 一定要帶些 擋陽光的雨傘 或其他 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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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帽之類的 這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從醫學的角度來說 這個屬於高溫中合症 就是中暑 中暑 輕質影響人的生活質量 嚴重可以致命 夏季作息而萬歲早起 以信應自然界陽性陰衰的變化 而夏天氣溫稅高 不過沖熱水涼 可以降低肌肉張力 消除疲勞 更加有利於健康 而夏季設計用凍水抹脊 因為凍水抹脊 增加了床的濕度 容易攀生細菌 也容易令濕邪侵入體內 降低抵抗力 另外整晚開胸條 或者吹風扇都會容易導致感冒 也是不可取的 夏季除了防濕 更加重要的是防暑熱 接下來考考大家 重選之後 以下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呢 A,將患者送到陰涼處 B,用冰塊敷額頭 C,喝酸梅湯 D,用霍香淨氣水 E,人工呼吸 其實我覺得A、B、C、D 也不錯 E不對吧 用不著做人工呼吸嗎 鴻爺 中暑時也說可能會死人 死人也要… 不是嚴重的時候 不是嚴重的時候 不是呼吸的時候 雲缺的時候 對,你真的要跟他呼吸嗎 我好像記得… 你確定? 確定的 中暑是要… 要喝十字水 但這裡… 甚麼叫十字水 十字水有點像霍香淨氣水 對,霍香淨氣水 即是十字水 以前老人家很喜歡帶風油 因為中暑是塗風油 還是中暑是塗風油 還是那些熱在頭裡 不要長久… 可能會產生雲缺那種 應該是不錯的 即是怎樣 我們是A、B、C、D、E 我不選E,我選A、B、C、D 出現嚴重的問題 一定要人工呼吸 我一定不相信要人工呼吸 要的,不過我不一定會呼吸 現在最大的爭辯就是E 問教授 不呼吸,做不做 A、B、C、D 是否也對 中暑要採取的方法 有幾條是對的 第一,當然要移到陰涼的地方 因為天氣太熱了 太熱的話 熱的環境一定要脫離 不是這樣的話 其他方法都是假的 所以一個是移到陰涼的地方 第二點就是用冰塊敷頭 因為中暑的人很容易發燒 發燒發得高的話 他腦部都會燒壞 所以保護頭是很重要 所以用冰敷頭 就是可以降溫 第二個要保護頭 特別是大腦不受到損傷 第三點 酸梅湯這點 作用不是很大的 因為中暑 它主要是因為熱的環境 導致出汗太多 出汗多就很多雕塞 包括一個鈴、綠 人是低鈴、低綠血症 所以水又不夠、電解質又不夠 如果只是喝酸梅湯是不對的 反而要喝甚麼呢 如果喝多點鹽水 這個是對的 喝多點水 大量的水和鹽水 加點鹽水 喝多點鹽水 所以酸梅湯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第四個就是用霍香正氣水 這個霍香正氣水 終於說是一種化濕足的藥 是對的 B是人工呼吸 一般來說 中暑最多是有些暈眩 或者有些抽筋 但它一般不會影響呼吸停止 所以呼吸停止 就算是人工呼吸 所以不至於這麼嚴重 萬一… 萬一… 萬一,你不要這樣 萬一,你不要這樣 不行了,那麼暈眩怎麼辦 但剛才提到中暑 其實不需要人工呼吸 我想請教教授 中暑有甚麼明顯的症狀 輕度和重度有甚麼區別 嚴嚴夏日 如何判斷自己是否中暑呢 中暑有哪些症狀呢 下季有哪些清熱解暑的食療方呢 下一節回來 黃主任將對這些問題進行詳細解答 內容很實用,千萬不要走開 熱夠脆 冷夠遠 冷熱相撞更有口感 麥當勞全新蘋果新的脆 看白電風 到廣州新世紀白電風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規模 夢遊 太陽啸 中國夢多美妙 國世家 善作魂 琴美粉 田楊德 呈麗聲 肖當仙 何為貴 剛才提到中暑不需要人工呼吸 我想請教教授 中暑有甚麼明顯的症狀 輕度和重度有甚麼區別 中暑有一個過程 首先有一個中暑的先兆 曝光太久,或者工作比較疲勞 這樣就很容易中暑 中暑是因為人受到太高溫的影響 人的腦中暑,特別是下腰腦 調節中暑功能差 所以該散熱就散不出去 所以表現出人會發燒 人會累累,不想吃 經常想作嘔 第二,嚴重的 會臣子異常,會臣子不清 特別是失水後 嚴重可以抽筋 肌肉的勁捏 所以這些是比較嚴重的 那輕度和重度,分別如何處理才是最好的 輕度的中暑一般比較簡單 一定要離開一個炎熱的環境 高溫的環境 第二,要多喝鹽水 第三,適當吃中成藥 譬如說,等下我們會介紹 如果重的中暑就比較大 那時候一般家庭是無法解決的 主要的表現就是抽筋 甚至不清 甚至會嘔吐 這些症狀 所以這個時候要送去醫院 送去醫院最起碼要保疫 打針 除了常規的這種處理方法 還有甚麼特別的中藥秘級方法呢 中藥的移防治療中暑就很多了 譬如說,常用的 如果是熱比較重的 可以喝一些綠豆湯 這些是解暑的 冬瓜湯 這些是解暑的 另外,可以用中藥 譬如說,用霍香煲 它可以解暑,特別是化濕 是非常好的 在這裡有甚麼清熱解暑的方法 可以推薦給大家 清熱解暑的方法 簡單來說,有幾味可以的 一個是霍香、淡竹葉 特別是有西瓜翠衣 解暑是很好的 即是西瓜皮 西瓜皮 正式是西瓜皮 連在外面那一層,青色的那一層 還是批了那一層,還是浪的… 不是,就是那種皮 就是西瓜皮 再放一些意米、扁豆 這些就可以去心 赤燒豆可以嗎?放赤燒豆 赤燒豆是一個很好的解暑的東西 看問題才回答 對,說得對 夏天天氣火熱 最容易出現中暑的症狀 如果出現全身明顯乏力 頭暈、空悶、心跪 注意力不能集中 大量出汗、四肢繁麻 口渴、惡心等症狀 是中暑的先兆 應該馬上將病人移到通風的地方休息 讓病人喝點淡鹽水或綠豆湯 另外,用褐香、鹹竹葉 西瓜皮和扁豆 赤小豆一起煮水喝 解暑化濕的效果會更好 接下來考考大家 請將這些食物 按照解暑和去濕的功能歸類 苦瓜就是解暑 解暑 赤小豆是去濕的 冬瓜也是去濕的 去濕,西瓜解暑嗎 西瓜是解暑,不過西瓜是濕的 冬瓜也可以解暑 一豆兩味,又解暑又去濕 不是,赤小豆是去濕的 絲瓜好像是去濕的 是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絲瓜兩樣都不是 又不解暑又不去濕 譬如說,菠蘿兩樣都不是 菠蘿肯定不是 菠蘿濕到甚麼 菠蘿,對,菠蘿 櫻桃應該又不解暑又不去濕吧 櫻桃… 乳米肯定是去濕 乳米又去濕 木瓜… 又不去濕又不解暑 苦丁茶解暑… 苦丁茶解暑 苦丁茶解暑 鴨肉也會去濕 鴨肉不是吧? 對 鴨肉是濕毒的 不是,你們完全解釋了 我們要跟鴨… 鴨仔要平反 好,那我們… 解暑又… 聽醫生說吧 聽教授說 有些懂,有些不懂 要選這些藥的確是… 剛才鍾先生說的,沒錯 有些是兩樣功效都有的 有解暑又去濕 其實解暑又去濕 往往要同時進行 這樣才效果好 只是解暑又去濕 作用也不太好 所以下面幾個… 虎瓜當然是苦寒 所以它是… 解暑? 解暑的確是 赤小豆是去濕 但去濕的過程中又可以解暑 冬瓜、西瓜 大家都知道,這個的確是解暑的 一般市民都認識 一到暑天就買冬瓜來煲湯 米… 冬瓜木耳米 而且買西瓜來吃,這個的確是解暑 絲瓜也可以解暑 所以平時人家一般的老百姓 一定會煲湯 冬瓜、二米來煲… 煲花藍 煲水讓大家喝 特別是很多單位好 再放棉殷塵 棉殷塵 如果尿黄就加棉殷塵 你覺得尿黄不用加棉殷塵 是想他很想喝 畢竟棉殷塵有點苦,比較難喝 虎丁茶也是可以解暑的 木瓜呢 木瓜可以利濕 但解暑作用不太強… 作為質疑,可以有一定的幫助 但鴨就不行了 鴨… 鴨是滋陰的 鴨是滋陰的 鴨是滋陰 鴨肉… 我以前用冬瓜煲鴨 對,也是煲鴨的 主要是冬瓜有肉 但它不是煲鴨,不是用來解暑 是可以這樣煲 好吃的,你看 濕,當然是去濕 它是生磚滋陰 鴨肉算不算有濕的 是濕的,它是滋陰的 還要很濕 滋陰就很濕 我做了一個反面教材,你也不明白 黃教授從事這麼多年 脾胃科的治療工作 有甚麼你覺得很心儀的 是最好的清液的劏方 以及去濕的劏方 推薦給大家 清液比較強的就是用綠豆 赤小豆,煲冬瓜 當然可以放些肉去煲 譬如說瘦肉 或者放些生魚 也可以 只要你喜歡吃甚麼都可以 但是這幾味 放下去就可以起到清液解暑的作用 第二個,去濕強一點 煲的湯可以用意米、扁豆 這些來煲湯 當然最好有條件的就是 是土福寧煲龜 因為土福寧煲龜湯可以解濕毒 對暑天的濕熱的人是非常好的 而且龜是否有滋陰的功效 龜主要不是滋陰 龜主要是用來解毒 解毒 土福寧是去濕,所以去濕毒 特別是皮膚癢癢癢 吃下去,炸了清就舒服了 這兩個湯方有甚麼人群不適合喝 皮膚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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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癢 但是土福寧煲是可以煲的 對於皮膚癢癢又要解暑 最好煲清補糧是比較好的 特別是皮膚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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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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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癢 虎瓜等食材,去濕功能特別明顯 適合濕重體質的人食用 而苦瓜、西瓜、絲瓜、香蕉 苦丁茶等食品比較寒涼 適合熱性體質的人食用 接下來考考大家 下面哪些藥物可以解暑化濕、健脾抑胃 A,薄香淨氣丸 B,十滴水 C,眾生丸 D,大山渣丸 E,芝柏地皇丸 薄香淨氣丸應該是可以的 好的,我同意 因為剛才醫生一直有說 十滴水… 我曾經有一次 因為我要出外做戶外的事 全都好,我很怕自己會中暑 上網看到十滴水,就去買了 然後眾生丸應該是喉嚨痛的時候 我們做前面… 還可以的 很多人吃 對,我會吃這個 你感冒也可以嗎 大山渣丸應該是… 應該是開胃的 對,對皮膚 對,開胃的 這個芝柏地皇丸 據我所知,是補腎的 是滋陰的 滋陰補腎 對,補腎的 所以不是健脾去濕 應該是冬天性 它不是健脾去濕 現在可以吃,腎虛的話 但它的功效不是健脾 就是解暑化濕 沒錯… 所以現在來說,你覺得吧 不知道結果如何 你選多少也可以 A、B、C… A、B、D嗎 A、B…D… 對,A、B、D 我想,三個都選A、B、D,對嗎 真正有這個作用的 第一個,霍香症氣軟 這個的確是可以解暑去濕 又可以卷脾胃的 這個是對的 10滴水呢 又是對的 因為它的效果是非常好 很古老的一個方 服用又很方便 細細枝 一般吃一次吃 2-5毫升 就可以起到效果 它又是有解暑化濕 鑌鼻抑胃作用 那種生苑呢 就是依侯籠筒 主要就是清熱解毒 離煙 它雖然有清熱作用 但是它沒有去濕作用 所以它解暑的功效不是很大 所以很少用來醫療中暑 那… 大山渣魚雖然是開胃 但是它… 清熱和去濕作用都不是很強 所以也不對 芝柏地皇丸更加是陰虛火狂 陰虛火狂是陰虛滋陰的 所以也不是用來 作為一個解暑的忠誠藥 所以正確答案 A.T.是對的 除了這兩道忠誠藥之外 有些忠誠藥是可以起到 這個解暑去濕作用的 譬如說有個心靈白術院 它對皮虛的人平時都可以吃來 預防中暑引起的暑濕症 這個是可以的 譬如說還有些平胃散蔥劑 這些對皮胃濕的 也是有很好的作用 我們經常吃的柴湖蔥劑 那些有用嗎 小柴湖蔥劑一般比較少用 比較少 因為它沒有甚麼去濕作用 我知道在健皮坊裡 傳下來很久的古草 叫四君子湯 即是四樣東西 就是人心白術伏靈 即是甘草 其實這個草在夏天吃 會不會太熱了 一般來說就是因人而異 如果是濕熱底的人 熱症的 那就不對 但對於皮虛的人 他是可以的 特別是剛才提到的心靈白術伏 其實它就是 四君子湯裡面加減 加重的去濕的藥 比例是扁豆、耳米等等 所以是可以的 其實大家看到這裡 可能會發現 夏天也挺矛盾的 我們的皮胃又不喜歡很涼的東西 但你要清液去濕 就多多少少都會有些涼 就醫得頭來怕著腳反筋 是的 夏天怎樣去把這兩樣的平衡 來養護好我們的胃 以及怎樣走出一些養胃的誤區 我們馬上看看今天的第一條短片 王伯患有糖尿病多年 一天,廣州高溫燃業 王伯從醫院回來之後 覺得頭暈目緣 口乾舌燥,很難受 老婆麥姨覺得她一定中了暑 立刻在冰箱裡 拿西瓜出來給王伯吃 西瓜這麼高的糖分 你也知道我有糖尿病了 真的,有沒有搞錯 所以說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西瓜的糖分和蔗糖是不同的 西瓜糖尿病的人都可以吃的 西瓜的糖分也是糖 蔗糖的也是糖的 有什麼不同的 還有一件好處 聽說西瓜皮可以治療糖尿病 什麼?西瓜皮治療糖尿病? 是的 既然這樣,那我來嘗嘗 是的,快吃吧 請問,糖尿病患者 可否可以吃西瓜來解暑呢? 糖尿病患者是否可以吃西瓜來解暑呢? 他們在日常調養皮胃過程中 有哪些誤區呢? 在質疑的人 夏天可否吃溫熱的水果呢? 半夜胃痛究竟是怎樣的呢? 下一節回來,內容更加精彩 歡迎繼續收看 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2015 肯德基推出新菜單 肯德基半雞半蝦寶 經典雞肉寶 再配上鮮嫩蝦排 海陸雙鮮 這個搭配有創意 半雞半蝦寶等你來嘗哦 看白電風 到廣州新世紀白電風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030-1999 西瓜,究竟糖尿病的患者 可否吃來解暑呢? 堅決反對 糖尿病的朋友 應該一起甜的食物都不准吃 我是這麼認為的 所以西瓜這麼甜的食物更加不能吃 不過剛才他說… 買些不甜的西瓜,魚頭找吧 關鍵是他說西瓜皮有用 要不他不要吃那些肉,只吃皮 可能也有機會 你吃肉就留在我身上 對 其實糖尿病人,甚麼都可以吃 有的就開始 關鍵是要均衡 比如說,你今天要吃這種食物 可能超過錶 譬如我們很多人說 超過錶 糖尿病人會吃火龍果、石柳是最好的 既然你吃西瓜 就不能吃火龍果和石柳 我喜歡吃荔枝,你就吃 但不要超量,控制量 其他東西你就不能吃了 你有沒有見過糖尿病的患者 你有沒有見過吃兩顆提子 馬上上去甘咎 我私底下跟你說 這個理論是五輛車的理論 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問問教授 西瓜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解暑水果 但它的糖分高 所以一般來說 盡量解暑 不要吃西瓜來解暑 有糖尿病人的病人 這點是肯定的 因為還有很多解暑的方法 西瓜皮 比如剛才她老婆說的是西瓜皮 西瓜皮的鹹糖分是很少的 所以是可以用的 糖尿病就是血糖膏 血糖膏我們吃下去的食物 就讓一些主糧 都是碳水化物 吃下去都是變成暴徒糖的 是不是就是糖尿病的病人 就不能夠吃飯呢 不是的 所以是要有條件的 比如說你吃西瓜 吃少糧是應該沒問題的 不是絕對不能夠吃 而且是看你的糖尿病 血糖的情況是怎樣 比如說你血糖很嚴重 那你就要吃甜的東西 要特別控制好 如果你吃西瓜 吃得這麼甜的東西 吃飯就少吃一點 所以腫量要控制好 一般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糖尿病的 用藥又不同 比如你打魚肚素 任何東西吃都可以 所以說打針 打魚肚也在打針 那你甚麼都可以吃的 關鍵是量要控制好 疑倒數的量和血糖的量 所以要監測血糖 如果監測血糖沒事 那你吃甚麼都不怕 所以不是說糖尿病的病 絕對不能夠吃甜的東西 但是還是盡量能夠避免 避免,是這個意思 好 剛才教授,你說到西瓜皮 對糖尿病患者是有幫助的 那可否跟我們推薦一個 小的治療方 對糖尿病患者… 不用吃西瓜皮這麼粗 所以吃療方最好的 我介紹有幾美藥 是可以對糖尿病患者有幫助的 例如說用檔心、沙心、淮山、肉粥 這些作為食療煲湯是有好處的 但是沙心這道藥 我聽人說過是入陰的 如果你感冒未清的話 吃沙心的感冒就會入了 很難出來了,是否這樣 一般來說,這是沒有中暑的時候吃 就是說治療糖尿病的方式 不是在寒冒的前提下 不是寒冒的前提下 夏天除了西瓜多汁又甜,好友人之外 其實龍眼荔枝這一類的水果 都是很吸引人的 是 究竟這一類的水果 應該怎樣吃才對我們的脾胃是最好的 馬上看看第二條短片 時直盛下,各種熱帶水果陸續上市 麥依一天見到市場剛上市的龍眼 又大又新鮮 就順手賣了一些回去 而且叫老公、王伯一起吃 老公回來嗎? 什麼? 適合… 來,吃龍眼吧 什麼?吃龍眼? 是呀,那些龍眼… 別說我不吃,你也不要吃那麼多 所以說你這麼好,龍眼這麼好吃 你也不吃? 龍眼很燥熱,吃了就有雙皮胃 所以說你龍眼不僅不燥熱 它不是雙皮胃,是補皮胃的 我的體質是偏熱的 吃了就火上加油 不怕了,來吧,吃吧 別搞我,我不吃 有你吃就夠了 這麼好吃的東西你不吃 我吃完你的飯 請問龍眼究竟是燥熱的還是溫補的呢 體質熱的人可不可以吃龍眼呢? 剛才影片中的伯父說自己是濕熱體質 不適合吃龍眼 三位贊成這個觀點嗎 濕熱體質,又不是糖尿病,說了 但也贊成的 因為甜的東西會濕濕 龍眼應該也會濕 而且龍眼也是偏熱 我想也是不行的 龍眼是溫的 如果它是熱的話 它要去火氣才可以再吃 否則就會上火 體質熱的人可不可以吃龍眼、荔枝 這類的水果呢? 剛才提到龍眼和荔枝 是屬於溫補的 所以特別是龍眼有劍皮作用 又有養心作用 又有補血作用 所以它是溫的 作為濕熱體質的人 盡量吃水果的話 盡量不要吃溫熱的水果 例如剛才的龍眼、荔枝 還有榴槤 這些都是屬於熱性的水果 剛才電視的阿伯 他說是熱底 當然我沒有打過脈 沒有看過荔枝 但他自己也覺得 吃熱氣的水果是不舒服的 所以他老婆給他 他那種都盡量不要吃 寧願吃涼的水果 雪梨、橙、西瓜 雪梨、橙、西瓜 沒錯,那種就對了 譬如濕的或熱的… 寒的人 他適合吃甚麼蔬菜水果 首先要說熱的體質 熱的體質人要適合吃寒涼的水果 雪梨是寒的 香蕉是寒涼的 還有裏核桃是寒涼的 這些都是屬於寒涼的 是適合 如果寒底的人 就是要吃溫的水果 荔枝、龍眼、榴槤 還有櫻桃 都是屬於溫的水果 所以寒涼體質的人 是適合適中水果 至於濕的人 熟食水果 水果多數都夾入濕的盡量 不要吃那麼多水果 但可以吃一些有濕作用的食物 或者是堅果類 堅果類的東西 濕的人多數都是皮虛 所以堅果類的比較適合 當然最好能吃一些… 譬如說蔬果方面有溫的蔬菜 其實我覺得自己不算是皮胃、很虛 但我媽媽從小喝了很多涼茶 但喝完涼茶後 你又輕輕覺得有點不舒服 其實我不應該喝那麼多涼茶 你哪裡不舒服 先喝完一次 有時肚子會窩窩的 然後喝了涼茶 會讓人反而不太精神 喝下去不舒服 說明你的體質 反正過來 就是屬於汗涼 所以不應該再繼續喝那麼多寒冷 那我會否脾胃還是虛 不像我自己以為那麼強壯 不應該,就是屬於脾胃陽虛 推而說之,脾胃陽虛的人 夏天也不適合喝涼茶 沒錯,脾胃陽虛的人 即使天氣多熱 也不要喝太多涼茶 教授,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平時睡覺 晚上睡覺會覺得胃痛 為甚麼呢?有甚麼辦法可以治療呢? 夜晚胃痛這麼有規律的疼痛 跟消化性潰瘍 和微難性胃炎有很大關係 你說得很嚴重 為甚麼呢? 因為夜晚人的微酒神經興奮 分泌胃酸就會多 而且夜晚分泌胃酸多 你會覺得哩哩的胃痛 吃點東西是否會好一點呢? 有時會… 吃點東西是否會中和胃酸 所以你會覺得舒服了 所以很有可能是胃裡的酸膏 酸膏會引起微難的胃炎 嚴重的是潰瘀 如果需要的話 做胃頸會比較好 我想問為甚麼會酸膏呢? 正常人為甚麼不會半夜酸醒了呢? 為甚麼呢? 因為胃胃的防護功能差 正常人的胃酸膏 但他的防護功能好 所以他不會… 所以晚上痛發作多數都是皮虛 特別是皮羊不足 你會否跟他們生活習慣 即是經常吃宵夜之類 我沒有吃宵夜之類 或是工作時間長夜之類 吃不定時… 這跟飲食的確有關 例如飲食肌飽無常 餓一餐飽一餐 甚至美女為了減肥 一天吃三餐 她吃了一餐或兩餐 甚至晚上都不吃飯 只吃水果 這樣也是不對的 是嗎? 吃菜可以嗎? 即是水果加菜 吃水果加菜也不行 也要吃煮食 那吃肉呢? 還可以吃肉也行 我就是不吃飯?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 但有些材料才行 只吃水果加菜就不行 現在是肉、蔬菜、水果 我就是不吃澱粉 可以減肚腩 可以… 好,謝謝王主任 也謝謝三位嘉賓 大家記住我們的脾胃 其實比較怕寒、怕涼 但夏天時又要防止中暑 所以在攝取食肌時 就要留意自己的體質狀況 在夏天,大家胃口不好 更加注意脾胃的調養 千萬不要一味喝冷水或飲料 同時之快 最傷脾胃 好,謝謝你關注今期的 健康爆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